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理先生 白华出席杭州亚运会开幕式 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好朋友 长期致力于两国友好事业 中方对此深表赞赏 中国同意问 有意渊远流长 中国最早承认东帝问独立 并同贵国建交 2014年你访华期间 我同意就发展物理友好 互信互利 在全面合作方面 达成了重要共识 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方院继续本着清晨慧荣理念 在现代化征程上 同东帝问携手同行 推动双民关系体制升级 更好的造福两国人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上午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会见出席第19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习近平表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终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持续走深走实 我很高兴 再次见到国王陛下 今年是中检建交65周年和中检友好年 年初春暖花开之际 我们在钓鱼台国宾馆会面 现在是秋高气爽之时 我们又在杭州西子湖畔重逢 共同建政亚洲运动会开幕 我们经常说的两国领导人就像走亲戚一样 常来常往 这也是中检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体现 今年是我提出清晨慧荣理念四周年 我认为中检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一理念 和与临为善 与临为伴的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中检命运共同体将持续走深走实 中方真是同柬埔寨王室的 这种特出的友谊 高度重视中检关系发展 支持检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将继续全力支持检部站实现稳定和发展 支持检部站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 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韩国国务总理韩德柱23号乘飞机抵达杭州 萧山机场将出席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时 韩德柱走下飞机同中方官员一一握手 三军仪仗队的礼宾持枪助立在红毯两侧 30名小朋友100名大雪生 手持着杭州亚运会的吉祥物和鲜花 为其举行了欢迎仪式 韩德柱此前就表示 期待中韩关系能够稳先发展 中国外交部稍早对于韩德柱来华 出席杭州亚运会开幕时表示欢迎 认为这是韩方对中方办会的支持 也体现出了韩方对华的友好态度 和对中韩关系的重视 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23号上午乘飞机 抵达了杭州萧山机场 也将会出席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时 并展开对中国为期八天的正式访问 普拉昌达走下飞机 中方官员在场迎接 并且为其举行欢迎仪式 应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 普拉昌达于23号至30号 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并且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见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两国领导人将就深化传统友谊 拓展互利合作 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中方愿同尼方一道 以磁房为契机 深化战略互信 拓展务实合作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周尼面向发展与繁荣的 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或卖关系 卖上新台阶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 将于23号晚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城举行 开幕式的主题为 朝起雅西亚点火的方式上 杭州亚运会也首次进行了创新 实现数时融合点火仪式 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主题为 朝起雅西亚 寓意着新时代的中国 正与亚洲世界交融激荡 像浪潮一样奔涌向前 潮呢 是最能代表浙江这个地域特色性 大家知道 前唐将大潮啊 一说起潮来 首先想到这些 那么雅西亚呢 是我们亚洲的全称 这个所以呢 朝起雅西亚 大家最终定的就是这个主题 开幕式共分为国风之潮 体育之潮 人文之潮三大篇章 并以科技之潮的方式展现 此外开幕式还将展现 亚运会史上首个 数十融合点火仪式 将有超过一亿的数字火炬手 形成一个巨像的数字火炬手 来到体育场上空 和线下六磅火炬手 共同点燃烛火炬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 是朝鲜体育代表团 时隔五年冲返国际赛场的 第一个国际赛事 因此朝鲜队的表现备受瞩目 朝鲜代表团团长表示 运动员们在经过了四年多的准备 非常期待杭州亚运 在杭州拱束运河体育馆内 场内正在激烈角逐的 包括朝鲜女子乒乓球队 和男子乒乓球队的团体赛 与以往国际赛事不同 看台上没有看到朝鲜拉拉队 特别的身影 只有教练和运动员团队在场外 跟随着场内的比分变化 时而欢呼 时而叹息 最后朝鲜男子队 以0比3惨败日本队 支持朝鲜时隔5年重返国际赛场 此前因为朝鲜单方面决定 不参加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 因此被国际奥委会取消了参赛资格 这项禁令从2023年起自动解除 因此今天晚上朝鲜对战日本 虽然只是小组赛 但也备受外界关注 9月29日朝鲜女兰还将在预赛中对阵韩国女兰 比赛也受到各方关注 朝鲜代表团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运动员们经过4年多的训练 非常期待参加杭州打运会 朝鲜代表团此次派出185名运动员 将参加17个大项 包括田径 拳击 足球 游泳等 数据显示朝鲜在此前参加的 10届亚运会中 有6次金牌数达到两位数 富豪卫视黄德莱和超 杭州报道 杭州第19届亚运会 9月23号至10月8号震撼登场 在本届亚运会口号 欣欣相容 爱达未来的激励下 来自亚洲的12500多名的运动员 起居江南用拼搏与汗水 书写追梦 悦梦的故事 9月节目的杭州亚运会 是继1990年北京亚运会 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之后 中国第三次举办亚洲运动会 也是中国疫情防控措施 优化调整后 举办的最大规模 最高规格的国际性赛事 本届亚运会 以中国新时代杭州新亚运为定位 中国特色 亚洲风采 精彩分成为目标 秉承绿色 智能 节俭 文明的办会理念 坚持杭州为主 全省共享的办赛原则 在杭州 宁波 温州 金华 绍兴 湖州六个城市分散举办 杭州亚运会共设游泳 田径 射击 武术等四十个大项 六十一个分项 其中包括电子竞技和霹雳舞两个新增项目 是历届亚运会中项目最多的一届 预计在十五个比赛日里产生483枚金牌 赛事吸引了来自亚澳理事会 全部四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 一万两千五百多名运动员报名参加 规模创下历届之最 此次亚运会 亚蚕运会 共有五十六个竞赛场馆 位于前唐江畔的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是赛事的核心场馆 它的设计理念源于前唐江水的波动 和杭州丝绸的飘逸 外形由28片大花瓣和27片小花瓣构成 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 因此被亲切地称为大莲花 而万众瞩目 备受期待的亚运会开幕式 也在这里上演 主创团队介绍 开幕式当天恰逢中国24节气的秋分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展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成为贯穿整场开幕式的重要理念 并力求通过高科技赋能 打造一幅幅具有东方美学韵味的经典画卷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 王毅22号应约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通电话 王毅在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通电话时说 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 中法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两国各层级交流全面重启 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双方要充分发挥战略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作用 使两国政治互信更牢固 务实合作更紧密 人文交流更复活力 民意基础更为深厚 王毅表示 今年是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中方愿同欧方共同规划好双方下部交往 为中欧合作开辟新的前景 希望欧方坚持开放包容 秉持市场原则 支持自由贸易 防止落入保护主义苛救 中方致力于同欧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关切 希望法方为妥善处理有关反补贴调查发挥建设性作用 柏纳表示 马克龙总统真是同习近平主席建立的互信和友谊 愿保持并加强双方高层交往 法中在多边事务中开展着良好沟通协调 期待同中方举行新一轮战略对话 法方反对阵营对抗 一贯主张欧洲保持独立自主 将坚持欧洲互惠双赢 欧委会发起的有关反补贴调查不针对中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下周将在白宫与18个太平洋岛国领导人 举行第二次峰会 此一举动就被视为 拜登政府与中国争夺在印太地区影响力的行动之一 白宫称在过去一年 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美国白宫发言人22号表示 拜登与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 将于25号到26号举行第二次峰会 拜登将会重申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共同优先事项 深化在应对气候危机 促进经济增长 加强卫生安全 打击非法捕捞等领域的合作 拜登去年9月主持召开了 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的首次峰会 白宫认为在过去一年 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分析报告指出 目前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的接触仍然处于蜜月期 一年以来美国在当地开设了新的大使馆 签署了一系列投资和安全协议 但报告指出 关系的持久取决于互相理解以及就困难议题展开对话 拜登政府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将是维持对太平洋岛国持续的投入与参与 并就此获得美国国会在资金方面的支持 马少尔群岛外长今年7月曾呼吁 如果与美国延续自联协定 美方要提供更多的资金援助 用于处理美国当年在马少尔群岛进行合适的遗留问题 太平洋岛国论台秘书长普纳称 太平洋岛国已经从10年前的战略忽视时期 进入到了如今的战略利益时期 对于中美在这个地区争夺影响力 太平洋岛国的立场是与任何愿意合作的伙伴接触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士顿报道 为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 中美双方20号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 根据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 和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所达成的共识 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 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 经济工作组由中美两国的财政部副部长级的官员牵头 而金融工作组则是由中国人民银行 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 两个工作组将会定期不定期的举行会议 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 美国商务部在20号时公布了 美国芯片法案最终执行细则 为美国公司获取总额高达1000亿美元的联邦资助 与贷款扫清障碍 此决旨在促进美国国内芯片制造 同时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 美国商务部22号发布了美国芯片法案最终细则 防止获得美国半导体制造补贴的公司 被中国以及其他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利用 美国商务部下属的芯片项目办公室 正在准备提供390亿美元的资助 以及750亿美元的贷款和贷款担保 补助接收者被禁止10年内 在受关注国家实质性地扩大当地尖端和先进设施半导体制造能力 制造先进芯片的涨幅被限制在5% 28纳米等技术被限制在10% 不过最初提议条款中 一些更严格的限制被取消 包括对中国先进产能投资上限设为10万美元 这项提议早前就遭到了代表英特尔 台积电 和三星公司信息技术产业委员会的公开反对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芯片法案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国家安全倡议 这些护览有助于确保接收美国政府资金的公司 不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 美国将继续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协调 加强全球供应链以及集体安全 美国商务部表示 如果接受资助者违反规定 美国政府可以收回全额拨款 而中国商务部在8月曾表示 美国对本土芯片产业提供巨额补贴和税收优惠 是典型的差异化产业扶持政策 其中部分条款限制具有明显的歧视性 严重违背了市场规律和国际经贸规则 将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扭曲 对国际贸易造成扰乱 凤凰卫视王宾如王天逸华士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22号表示 她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行业展开 反补贴调查的决定 戴琪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大西洋理事会论坛上 通过了视频称 以市场为基础的民主经济体需要采取行动 捍卫自身利益 维护公平自由的贸易空间 戴琪同一天是在另一场贸易论坛上呼吁 世贸组织需要在非市场行为和争端解决上取得进展 世贸组织总干事奥孔乔·伊维拉就称 在解决工业 农业和其他补贴等 公平竞争环境的问题上 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并表示希望改革争端解决制度 中国商务此前就欧盟反补贴调查回应称 这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将会严重的扰乱和扭曲 包括了欧盟在内的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 并将会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自去年以来 两岸贸易持续低迷始终是负增长 台湾民进党当局也在推动两岸经济脱钩 近期大陆商务部宣布要对两岸贸易制度性 安排ECFA进行检讨 研究终止或部分终止 对台关税优惠 这让不少人对两岸的经济前景充满着担忧 2010年6月 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是推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达成的制度性安排 近期商务部表示要结合对台贸易壁垒的调查 研究终止或部分终止ECFA 民进党当局违反ECFA的相关条款 对大陆采取严苛的经贸限制措施 我们支持大陆主管部门 结合对台贸易壁垒调查情况 依据有关规定研究终止 或者部分终止ECFA向下 给予台湾产品的关税优惠 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宏 谈到终止ECFA问题 他认为有必要调整 在坚持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他相信两岸的互惠互利不会少 两岸往来还是要互利跟互信 那如果民进党政府 一味的只是亲美抗中的话 然后他也不遵循ECFA的 这个原则跟基础 实现两岸的互惠跟互利 我觉得做一些调整 跟做一些调研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们也是支持这样的一个动作 根据海关总署的统计 今年前八个月 两岸贸易额11839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跌了15.8% 两岸之间的贸易在今年持续低迷 李正宏认为 这主要是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国际整体需求都在下降 随着大陆的国内大循环 振兴经济 次级消费政策落地 低谷肯定能够挺过去 也有企业代表认为 当前在大陆的台商 正在进行结构调整 贸易上的波动不必过度担忧 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强调 两岸当前的头等大事 都是解决经济民生问题 需要双方朝着共同的目标努力 透过双方的投资人员的往来 大家就有机会的领域 我们一起合作 我相信再怎么困难的时刻 都有机会 大家走对路 总是可以想办法去解决很多问题 我想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相信 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认为 两岸朝着合作 互惠双赢的 这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道路 去年的下半年开始 两岸之间的贸易是持续低迷 贸易额持续是负增长的状态 民进党当局也在推动所谓的脱钩 要降低对大陆的经济依存度 同一时间我们看到另外一组数据 台商在大陆新开设的企业数量 以及他们投资的金额 都保持20%左右的增长 有分析就认为 台湾当局设置的所谓贸易障碍 并没有办法切断两岸之间的经济联系 台湾在关门 大陆方面继续的开门 将会有更多的台湾企业 转移到大陆 也会将台湾的转型升级经验 带到大陆 这实现的是双赢 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 而霍维伟 刘家浩 在湖南长沙的采访报道 台湾平东县的加工出口区 一间工厂厂房 在20号傍晚发生了爆炸 直至23号的早上 至少就有三名的消防员殉职 而在稍早前旬 获得两名失联工厂员工 已经证实死亡 火灾也导致有98人受伤 有消息是有五人失联 包括了一名消防员 至于火灾的事发原因 还有待厘清 工厂厂房火灾现场 在23号仍然冒着大量黑烟 消防人员和警察出动空拍热像仪 消防机器人和六部大型挖掘机 全力开挖 结果于23号早上 巡获两名失联员工 殉职消防员的家属 早上赶到兵营馆 确认死者身份 不过在殉职消防员当中 两人被烧得严重叹化 一人只剩下股价 目前只有一人身份被确认 其余遗体的身份还有待指认 事发的是 屏东科技产业园区内的 一间高尔夫球具代理厂 厂房于22号下午五点半 突然起火燃烧 遗阴场内堆放大量过氧化物 加上火场内充斥丸气天然气 消防员一涉水就发生爆炸 多名消防员进入厂房火场 大约15米 立即被爆炸震飞而伤亡 大批民众受伤送医 屏东县政府接获通报后 启动大量伤患处置机制 内政部门也会针对 这一次火灾意外召开调查会议 通过专家协助理清火灾原因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回来 近日香港虚拟资产平台JPEG 涉嫌诈骗有多人被捕或协助调查 有立法会议员在一个电台节目中 就批评证监会在事件当中 并没有发挥好保障投资者的作用 而新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发牌制度已在6月1号生效 至于证监会在9月中 点名JPEG并发出警告已经太迟了 证监会的天职就是要保护投资者 尤其是小投资者 今次其实在香港是所谓金融创新 它们立法例很硬正的 6月1号过 但问题是有过渡期 发布期里面发布的讯息 是否可以能够说 这两家有牌的 有一些申请中 有一些申请不到等等 多些信息给大家知道 就令到这些平台不能够转空子 吴杰庄提到自己正协助受害者维权 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是年轻人及专业人士 因为亲信社交媒体上网络红人宣传而受骗 部分受害者以现金购买虚拟货币没有获得收据 他形容情况令人惊讶 必须要引发重视 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主席林建峰也指出 JPEG事件反映出了特区政府在监管虚拟资产平台 以及投资者宣传教育方面都有不足 委员会下个月将会开会讨论 虚拟资产规管问题 并会邀请相关的政府官员出席 根据外媒的在20号报道指出 美联储可能将会裁员300人 而主要涉及12个地区性联储银行资讯部门的技术人员 另外有数据显示美联储最近一个季度遭遇到约1000亿美元的营业损失 根据路透数消息周五报道 今年美联储计划裁员300人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部门 联储发言人表示 被裁减的范围为12个地区性联储银行的资讯部门的技术人员 主要原因是云算技术的普及 资讯传送交流提升与支付系统的自动化 导致部门合并以及个别技术职位的不必要性 报道引述联储财务报告表示 虽然近年来联储面临人员流失的现象 同时2022年也存在招聘不足的问题 人员流失基本是集中在银行监管部门 所以实际裁员人数小于预期 尽管如此按计划 今年总共大约裁员500人左右 报道表示具体裁员人数 还要等到2023年底联储年度报告出台才能知晓 报道还分析指出 这次裁员是在较为敏感的时期进行的 根据最新的联储报表表示 最近这个季度 联储遭受到价值1000亿美元的营业亏损 原因是联储目前支付给银行 在联储的储备资金的利息率高出于 联储从价值在7.5万亿美元的财政债券和房贷提债券的收益 联储并不向其他的联邦政府机构 依靠纳税人的钱来运作 联储预算则全部是来自于资债运作 与收取商业银行服务手续费 目前联储总共有员工2万4000名 年总支出在63亿美元左右 凤凰微信旁的张兆云 纽约报道 媒体大亨莫多克日前辞去了新闻集团董事长一职 改由长子拉克兰担任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兰部就表示 新闻公司不会改变其发展的方向 并认为莫多克的愤怒是媒体消遣损害了民主世界 莫多克的新闻公司起家于澳大利亚的阿德雷德 新闻公司目前在澳大利亚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力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兰部尔向当地媒体表示 莫多克虽然辞职 但他依然是银武者 新闻公司的走向不会改变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兰部尔长期 同莫多克父子打交道 他认为新闻公司新任董事长 比其父亲更为保守 并将持续造成澳大利亚社会的两极分化 Murdoch has been the largest voic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or the loudest voice at any rate to deny the reality of global warming and delay action to address it Knowing both of them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My impression is that Lachlan is more ideologically conservative than Rupert I'm sure they will continue in much the same vein You know, they are, they are, they have become you know, more propaganda than news This is the big problem because they have kept people engaged in other words, watching their platform, their channel by riling them up by creating division and anger and resentment and, you know, stoking that is it leaves you with a society that is incredibly divided that's increasingly polarized that struggles to work together to meet common challenges 澳大利亚前两任总理特兰部尔和陆克文 都同莫多克新闻公司产生过很大的纠纷 两位前总理认为 新闻公司长期影响澳大利亚的政治走向 并且这两位前总理 被党内人士策反下台 他们认为 这些都同新闻公司所属媒体有关联 凤雅杨英 新年报道 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俄方官员在20号表示 位于当地的黑海舰队总部遭到了导弹袭击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击落其中的五枚来袭导弹 但是袭击也造成了至少有一名士兵失踪 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拉兹沃扎耶夫是在社交网站上表示 黑海舰队总部遭到了导弹袭击 导弹碎片落在了当地的一家剧院附近 外电的片段显示 有一所幼儿园马上疏散了园内的幼童 而市长也指出 袭击发生之后 所有的行动部门都赶往到了事发地点 呼吁民众保持冷静 此外当局也警告塞瓦斯托波尔市可能还会遭受到导弹袭击 根据航班跟踪数据 袭击发生时 美国海军的波音P-8A海神侦察机 正在黑海沿岸地区 俄乌战事持续 在扎波罗热地区的乌克兰武装部队 22号是在优势炮火支援之下成功的 试向新普罗科波夫卡以北推进 而此外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在20号是援引了美国官员的消息 报道指出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是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美方将向乌方提供射程可达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继续来看本台记者发自托克马克市的现场报道 这里是托克马克的农贸市场 星期五的一招 乌军的前锋部队距离市区只有10多公里 但是托克马克市区自诩井然 俄控军政委员会并没有转入战事的管制 老百姓们也都在忙着自己的事 星期五 敦巴斯战线交火最为激烈的区域 已经转向扎波罗热方向 当下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集中所有的力量 攻击新普罗科波夫卡 企图以接近俄军的主线的防御攻势 即苏罗维京县 在新波克罗夫卡和维尔伯沃之间 乌军向南推进约一公里左右 并控制了定居点之间连接乡村的道路 俄罗斯国防部周五的战报称 当天击退了乌方的进攻 并摧毁了乌方坦克和装甲车 共计11辆 在巴赫木特方向 星期五 安德烈耶夫卡的定居点 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俄军仍然发起攻击 目前 俄军的战略企图是夺回安德烈耶夫卡 目前 俄罗斯武装部队占据了南北走向之 巴赫木特铁路线以东的区域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战略企图 目标保持不变 并试图从两侧包围和覆盖 巴赫木特俄军控制的市区 星期五 在顿巴斯中线的沃尔诺瓦哈 和大诺沃舍洛夫斯基坊下 乌军攻入了两个村庄之后 该地区的主要军事行动集中在 扎福耶特诺亚以及巴赫哈尼亚北部的周边 俄罗斯军事专家指出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这个区域的战斗行动的 战力下降 凤凰武士无语光 以外 巴拉曼 吴拉 托克马克前线的报道 乌克兰一直视为最坚定盟友之一的波兰 因为上周决定严惩对乌粮食进口禁令 使得两国关系出现裂痕 对于乌总统泽连斯基在连大发言责难 波兰总理20号则告诫称不要侮辱波兰人 而波兰总统则强调 两世争端无碍 良好的双边关系大局 波兰总理穆拉维茨基22号 在一个选举遭事活动上 向泽连斯基做出告诫 他又表示已就延长对乌粮食进口禁令 向欧盟发出通牒 而当天稍早 波兰总统都达表示 波兰两国合作及对乌支持具有历史意义 尽管粮食争端是两国关系间的瑕疵 但并不会影响良好双边关系大局 因由波兰两国解决这一问题 对于波兰粮食争端 以及波兰早前宣布 不再向乌运送新武器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 相信波兰之间的紧张局势 会进一步加剧 不仅如此 乌克兰与其西方盟友间的裂痕 也将进一步加深 这点无可避免 白俄总统卢凯申科则表示 相信美国已放弃乌克兰 而波兰与乌克兰之间 之所以会发生粮食争端 就是因为美国想摆脱泽连斯基 美国明年将举行大选 因而已无暇顾及乌克兰 富宏卫视综合报道 印度与加拿大之间 因为加拿大籍斜克教领袖 遭暗杀事件是引发了外交争端 而加拿大总理特鲁都22号也重申 加方早前就曾经与印方分享 印度政府特工 可能参与谋杀事件的可信主张 并表示正在寻求两国建设性合作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则表示 希望印度政府和加拿大方面合作调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美方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对印度的有关指控深表关切 希望印方与加方合作调查 同一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发布会上重申 加方早前已与印方分享 有证据表明印度政府特工可能参与在加国领土谋杀西克教领袖尼加尔的可信主张 并再次呼吁印度政府积极合作以查清事实真相 早前 有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对印度参与谋杀事件的指控是基于对印度外交官的监视 以及五眼联盟中盟友提供的情报 但没有关于哪个盟友提供了情报 以及相关证据和信息的具体内容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在20号全部由于斯泰兰蒂斯和通用汽车市拒绝利润分享提案 针对这两家车企的罢工 即日起扩大至20个州的38加零部件配送中心 参与罢工的工人增加约5600人 连同原来三家工厂罢工人数现在合共超过了1万8000人 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肖恩周五表示 福特已同意根据通货膨胀调整工人的工资 增加他们的利润分成奖金 并允许工人在工厂关闭期间罢工 并加目前所有的临时工转为全职工人 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则没有跟进这一措施 工会表示与这两家公司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因此周五开始这两家公司配送中心的工人开始罢工 受影响地区包括18个通用汽车的配送中心 共有3475名工人以及20个斯特兰蒂斯的中心 共有2150名工会成员 这也让目前参加罢工的劳工总人数超过了1.8万人 纽约时报称通过将罢工的范围扩大到配送中心的做法 实际上是工会向消费者申诉 造成一些消费者他们的汽车和卡车很难或不可能得到修理 配送中心无法提供经销商所需的配件 这种策略有可能迫使车厂向工会做出更多让步 但也有可能试着骑反 让车主感到沮丧 迫使他们更反对工会 分析称工会正在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 在工会看来福特正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情 通用汽车周五在声明中表示 工会领导层在当天升级罢工的做法是没有必要的 通用提到以为各种情况制定了紧急计划 为其业务客户经销商采取最有利的措施 而斯塞兰提斯则暂无回应 报号卫视杨明俊李战青 落相机报道 美国纽约布朗克斯区一家托尔所的四名幼童 上周因为在托尔所接触到阿片类药物 导致其中一人死亡 另外三人病倒 日前警方又在托尔所的地板下 发现到了更多的毒品 纽约警方21号搜查事发的托尔所 并在一块地板下查获大量芬太尼 多用袋子装载以及作案工具 存放位置距离玩具柜仅有几步之遥 警方此前已在儿童的睡店旁 查获重达一公斤的芬太尼和制毒工具 托尔所的经营者门德斯和铜楼的一名租客 目前已被逮捕 二人被控谋杀 持有毒品等多项罪名 而本案立一名嫌犯及门德斯的丈夫仍然在逃 布朗克斯区检察官克拉克 在22号的记者会上呼吁嫌犯尽快自首 杭州亚运村里的运动员村是运动员休息和生活的地方 而除了让运动员睡得好 运动员村还安排哪些设施 让运动员们能够留下难忘回忆 各地的运动员又喜欢哪些体验呢 接下来跟随本台特派记者显置入村感受一下 媒体记者要提前至少一天申请 审批通过后才能进入杭州亚运村运动员村国际区 这里是运动员休息和生活的地方 不少宿舍楼阳台和玻璃窗都贴出各地代表团的旗帜或标语 中国队和中国香港队宿舍相邻 国企和区企十分显眼 这里能近距离看到世界各地运动员进出 无论赛场上比拼有多激烈 场下都可以做好朋友 在记者能走访的有限范围内 基本的超市商店这里都有 还有健身中心 香港队基建一哥张家朗赛前也努力训练 比较受欢迎的是徽章交换中心 运动员可以在荷叶上摆放自己的徽章 选择和换取其他运动员的徽章 刚才逛了商品的零售店 然后去买了点东西 然后对对徽章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徽章 可以互相的交流一下 甚至还可以面对面交换 我想采访的新加坡运动员 说要先跟他交换徽章 最后成功用徽章换来一次分享 有很多事情要做 它们谈到中国的不同的文化 我们也会做一些鲜鱼 所以我们很期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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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未能走访的区域 还有不少新潮智能的设施 运动员村每天傍晚都会举办市集 送徽章和纪念品给运动员 吸引了不少运动员到访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显至 李伯红 梁明健 杭州报道 杭州亚运会是首届碳中和的亚运会 绿色环保理念体现在点滴当中 记者来到主媒体中心就发现 小小的餐厅里也是大有旋机 杭州亚运会主媒体中心 是所有媒体记者在亚运会期间的家 在这里一时住行都非常的方便和高效 记者们每天都离不开的食堂 更加体现出绿色和环保 平时我听说 其实这次亚运会的这个餐厅当中 其实有很多材料都是一些可降解的成分 对对对 我们不光是可降解 我们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餐台 餐台它都是用我们的子机材料做的 那么像这些子机材料 第一个它绿色环保 而且是可降解 而且承压 然后能力也蛮强的 而且我们说是在这批餐台 那么它在搭建的过程中 第一个没有粉尘 第二个没有污染 然后也没有噪音搭建过程中 就很简单 就像小孩子玩乐高一样 就非常简单都能搭建起来 然后它搭建起来的过程中 它也不会对我们原油的这种建筑 有任何的破坏的作用 那么所以也是非常的绿色环保 你看我们这些铁设的这些餐台 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子机材料做的 所以整个餐厅来讲是非常的环保 绿色 所以其实我们有AB两个餐厅 然后采用非常多这种生机大 对对对 它的用量其实是很大的 就是除了我们这些需要加热的 其他的餐台 都是用这个绿色子机材料 猪台是纸机材料 餐盘是用古物的稻壳 这些环保的妙招新奇又节能 在亚运会期间 主媒体中心餐厅将为媒体和工作人员 提供从早晨5点到凌晨1点 长达20个小时的餐饮供应 包括一日三餐和夜宵 凤凰卫视高位家 隔禁杭州报道 感谢大臣凤凰五间专列 也请持续锁定 稍后的各景新闻